大家好,歡迎收看新一集的歌劇渣男 上一次歌劇渣男出了街之後 有不少朋友都跟我說 挺有趣的,希望我快點給我拍第二集 他們都很期待我會說哪一個歌劇渣男 今次事不宜遲,就來到新一集的歌劇渣男 而今天的主角也是一個大家都很熟悉的角色 就是魔笛裏面的帕帕堅奴 火鍋奴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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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對他的印象都會覺得 他很可愛、很有趣的人物 何渣之後呢? 其實我們想深一層 他雖然很可愛、很跳皮 但其實他裡面也隱藏了不少渣男的特質 第一項的特質就是不誠實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其實在他一出場的時候 他已經說了一個謊話 當時男主角Tamino王子 因為受到怪物襲擊而暈倒 幫他驅趕這個怪物的就是 3Ladies 很快3Ladies就離開了 而當Tamino王子起床的時候 看到的第一個人就是Papakino 他都很自然地問 是否Papakino幫我擊退了怪物 救回我一命呢? Papakino不但沒有否認 甚至大膽地說 其實就是我擊退了怪物 救了你一命 他這個說謊的行為 之後也受到3Ladies的懲罰 所以知道 誠實、互相維持一段關係的 一個很重要的元素 他這樣說謊 絕對是不要得的行為 而第二項的渣男特質就是不堅定 當時他和Tamino王子被迫接受這個考驗 而當時說到沒有? 如果他通過了考驗 他就會得到一個他很想要的東西 就是一個老婆 只要你在這個考驗之中不發聲 你就通過了 這個很簡單 而且你也知道 你通過了就會得到你很想要的東西的時候 他也忍受不住 一定要不停地說話說話 就算Tamino王子多番跟他說 不要吵了不要吵了 他也忍不住這樣說 所以知道意志堅定在一段感情之間 也是很重要的 因為少不免會遇到不同的考驗或者誘惑 小小的考驗 都因為不夠堅定動搖的話 又怎樣可以維持一段感情呢? 而第三項的渣男特質 就是他是一個急色鬼 當他通過了考驗 見到他的老婆Papa Gina的時候 他和Papa Gina唱了一首二重唱 而那個歌曲的內容很簡單 就是我們要不停地製造小孩出來 你試想一下 一開始見到你的老婆或者你的女朋友 二話不說 不說什麼我愛你的情話 一來就要入戲獄 就要啪啪啪 而事實上 那首歌也不停地說啪啪啪啪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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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屎 它 它 內 焙�覓 想想一下了 仁為別 想想吧,這麼一位喉琴的男人 我自己也覺得未必真是可靠 還要考慮他之前的意志不夠堅定 又會說謊 那是不是真的一個好男人呢? 只是一個渣男呢? 這個可以讓女士們慢慢想清楚 所以綜合來說 這個可愛的角色Papakino 她雖然很跳皮,引人喜歡,也很野笑 但她另一面呢,其實她是一個不誠實 意志不夠堅定,以及急色的角色 所以背後也隱藏了渣男的特質在裡面 所以她的渣男指數呢,我就會給她兩個渣 今天的高劇渣男就到此為止 如果大家想繼續聽多些不同的歌劇渣男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我們下一集的歌劇渣男見,拜拜!